不是 這樣就傳出來說 陳佩琦假如說 他可能會入黨 入這個所謂的民眾黨 他還自嘲說 他如果加入民眾黨 會把整個民眾黨的 平均年齡給拉高 我覺得那可能是個笑話 可是沒有想到 今天蔡壁如很多人 都非常嚴肅的看待 是 我們都知道 娶妻當娶陳佩琦 陳佩琦現在又開始 非常密集的發臉說 為什麼 因為他的鞍啊 苛批有難 他勢必一定要出來護膚 就是民眾黨現在高雄安 已經被判有些會之後 其實大家都認為 柯文哲你三大弊案產生 很有可能你就會是下一個 而且檢調會追到 你在什麼地步 會不會真的對你產生生壓 一旦真的生壓之後 民眾黨群榮無首 會不會變成皇國 葬整瓦旁去 他們現在已經有開始 進行一些擦盤推演 所以之前傳出什麼 傳出蔡壁如 可能要回來 副主席 所以你就知道 像柯批有難 婆婆媽媽團 某解惠又即將重出 你說不能讓民眾黨 被任何人滾挖旁去 是 而且他們就說 陳佩吉前一陣子 什麼時候像現在發文 發得這麼密集 就是那時候藍白河破局的時候 所以代表著陳佩吉 現在真的認為 柯文哲他的政治路上 遇到了重大的挑戰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他不是前幾天 在那邊想說 三大弊案 我老公說怎麼樣 不會有事 然後現在不是講到說 他有意要加入民眾黨嗎 你沒事幹嘛加入民眾黨 對 講到最後結論 他說 哎呀 我沒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們三個人 手牽手 一起去土城作伴 所以這個意味是 其實代表什麼意思 我老公如果有事 你們也不會想好過 所以現在我覺得 這是威脅 對 然後而且 另外一個情況是 當陳佩琴決定 真的如果加入民眾黨之後 我覺得勢必 他跟蔡碧如聯手 現在可能母姐會 真的要不僅重出江湖 而且要持入黨部 來穩住黨中央 你說民眾黨 會有一個新的合眾聯合 是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 尤其是黃國昌 其實人家就講到說 黃國昌現在聲勢 不是也很大嗎 他是不是怕黃國昌 滾到旁邊 黃國昌他現在講了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你講到什麼 他說如果新北市 選出來的結果 議員沒有辦法 有三個人來組黨團的話 他要簽生死狀 然後持在力量心裡想說 每次左右的生死狀 不是就擬生其他人稀寥寥嗎